上面除了我们那个开发大权之外 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开发大权 第九章里面的那个之外 像刚刚同学又提出一些 就是说需求 比如说呢 如果要自动开关机 或者是说其他的 在这里面如果没有提到的话 那要怎么去找 其实你可以从官方里面去找 那官方的东西怎么去找 其实第一个 以后如果你要看官方的东西的话 只要在类别上面 类别名称 比如说我们类别名称 就是叫Intent 你就是在Intent上方 游标放上去 其实它都会有官方说法 我把这个拉一下好了 拉过来一点 Intent者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它会出现什么 出现这个类别 其实讲白一点 其实它就是一个零件 这个零件 这个软体零件 它能够做什么的英文叙述 就告诉你了 OK 不过看完之后的话 可能好像还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我算 就是就我讲的那个东西 有时候其实你可以去大概 因为它会有个陈述 像下面这一串 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里面哪些功能的话 请你再把游标移到里面 它的下方会有一个什么呢 连接到什么呢 Dogs 就是说呢 它的官方版的那个文件 详细说明就在这里 所以我建议是移到里面之后 再点这个 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以后官方的说法 都可以直接从里面存取 像URR也是一样 游标放上去 它会自动显示出来 也是一样可以找到 都一样的方法 那像有些时候 我不太懂这里面的东西的话 我都直接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 它就直接去把官方版的那个 说明手册打开来 那因为它现在就走云端的 所以只要你的电脑是有连线的状态 它就会自动去帮你连到 这个Enjoy的官方的那个网站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一个类别里面的 最重要就是说 它的属性跟方法 还有说它的建构值要传什么 都会在这里面 跟各位就是说明 那我们比较需要知道 就是像那个常数 比如说像ActionView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有ActionView ActionDial 有没有 那里面怎么使用 其实都有 那刚刚同学好像有 这边还有相关的程式 如果说你有share部分 不过这个好像是 Manifest里面的程式 然后像刚刚同学有 有说那个自动关机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 叫做什么 Shutdown Shut 有没有Action这边就有了 ActionShutdown这边 那这里面的话就教你怎么去做Shutdown 那传什么东西也会有相关的说明出来 所以你稍微找一下 找一下这个Shutdown的这个部分 Shutdown 然后呢里面就有相关的说明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以利用什么呢 官方的这个说明 那当然里面的话稍微找一下 Shutdown 是拼错了 Shut 这个Shutdown 然后这个是说在这里 那它需要传什么东西呢 那这边的话呢 把它连接进去 稍微看一下需要什么东西 那它需要什么东西呢 你就传什么东西给它 那其他的话大概是这样的 不过就是要再try一下 因为这个我也没试过 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里面都 还有试用哪个版本 API Vapor 4 特别注意 4的话表示说 你的手机一定要4点X以后的版本 才可以 如果2点X以后的版本 以前的版本可能就没办法关机 OK 那其他的话这边都有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除了 这一个intent之外 其他像URI也是一样 这边有相关的说明 那你们就去里面 像我都会找说 里面有哪一些像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如果不熟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再找一下答案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请各位再做一个menu出来 那这个menu的话呢 比如说我今天跑出一个最后的结果 这个menu部分只是做一个复习 应该还记得吧 按一个menu menu键之后的话 上面会有三个按钮 那请各位也是一样 再加上什么 下方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能够按一下menu键的时候 自动帮我跑出什么 三个button出来 不过这个是2.x的版本的画面 如果你是在4.x的手机上看 应该好像应该不是在 这个menu好像会在这边有个什么 好像会有个点点点之类的吧 好像是类似像这样 那点下去一样会有menu跳出来 menu是不是在下方呢 可能要试一下 好像还有一些变动 那当我点击这个也是一样会有那个浏览的功能 点这个也是一样 那首先大概就是复习一下怎么样那个就是做一个menu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前面讲过 所以我们快速的复习一下 第一个在什么呢 在menu的这个资料夹 里面做什么 如果应该里面都有个men 你把它打开来之后的话 add总共三个 如果有旧的你把它删掉 item123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也是item123 那它的title的话呢 就分别就是浏览网页 可能就是另外两个就拨打电话啦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之类的 就是整个三个按钮加上去 再来的话程式还记得吧 程式部分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就是我们需要两个方法 如果你忘记的话 请回头看那个第七章后面有那个 如何增加这个 那增加那个option 就是项目的那个选取的那个 自动产生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会需要 最重要的是几个方法 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这个地方第一个方法 uncreate 这个固定的嘛 另外我们还需要什么 uncreate option menu 不过好像印象中 这个是内建就有了 在我们这个版本 它会自动产生 所以不需要加 那我们需要加哪一个呢 需要加这个 unoption option item select 就是当 这个menu里面呢 被怎么样 被点击的时候 那这个怎么产生的呢 基本上你要先把这个 假设把它删掉 按右键 里面的话什么 还记得吧 在哪里呢 在 按右键 在什么 程式码 自换实作 自换实作方法 那可以找到这个activity里面 它有一个叫on on什么option 往下找 option 有没有 这个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步 如果你忘记的话 稍微复习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生加三个选单的话 加按确定 你会发现它自动帮我加到这边来 那第二个我要做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把这三个判断一下 如果 它的item的ID 特别重要 这个itemID 假如是什么呢 假如是第一个的话 那表示浏览网站 第二个的话呢 那表示它就要打电话 第三个就直接拨打出去 那这边的话 做个判断 你会发现 假设这个地方呢 一样嘛 等于我就把第一段程式call过来 第二段程式call过来 第三段程式 那就是刚刚那三 就是那三段程式嘛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三段程式嘛 好像有共通的地方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其实头中间尾 好像都一样 那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话 当然你会觉得 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一样的 变成共用的什么方法 以后的话只要一行 去呼叫什么 呼叫那个方法 传递给它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怎么改 特别注意哦 当然这种写法也OK啦 只是说程式会比较冗长 那我们当然要追求更精简的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把它怎么样改呢 一样的地方放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底下 记得哦 是在这个底下 它的头尾 它记得哦 它大瓜糊在这里 大瓜糊在这里 在下方建一个void void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名称叫做 star intent好了 那传递给它 两个参数 都是自串 做什么呢 传递给它一个s1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啦 给我第二个东西什么 就是action 比如action dial action call 所以把不一样的地方抽离出来 就两个 一个是你要传递的网址 或者是电话号码 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你那个action 是action view 还是action dial 有没有 那把这两个抽出来 变成两个参数 在底下建一个叫star intent 那将来怎么样 直接用什么 star intent 放在这边 传递给它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网址 逗点action view 等一下你会发现 就很简单的嘛 以后的话 你有很多个 做什么什么事情 不就本来要写三行的 其实只要写一行就搞定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一个所谓的精简的 那个共用方法的一个说明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那这个部分完之后的话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 就是说 再来就是下一个单元 就是第十章的部分 第十章 这个好像前面也讲过类似的 它的生命周期之外 activity的生命周期之外 还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需要做一个 我把它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这一个 activity 第一个 这个OK 其实这个范例非常简单 就是怎么样呢 去开启另外一个activity 并且去开启另外一个 的画面 也就是说 有点像是超连结 比如说我今天连结到另外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 不是intent intent是叫外面的东西 那我们是另外在产生另外的画面 然后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再把那个画面载进来 有点类似像这样 点下去 有没有 这边显示什么 第二页程式 按下返回的话 它又会回到原来的主画面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有很多页的话 你可以挑一页 关起来 换下一页 所以你可以一直切页 不过这个切页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 好像一个超连结 可是在anjoy里面 却要写很多东西 有点小麻烦 不过还好 你只要掌握几个要诀 就是第一个 一个activity 一定会带出一个什么 一个画面 有没有 我们不是在一个uncreate的时候 带出那个activity面 那个画面 那个layout 是当那个activity uncreate的方法 被触发的时候 它就跳一个画面出来 那如果你要跳第二个一样 产生第二个activity 再产生第二个view 然后去叫那个第二个 把它展开来 那关闭的话 就把它finish掉 它就关掉了 那不过还没结束 还要再设定一个 因为你产生第二个liability 你就要去注册一下 注册 如果你没有注册的话 它就不算数 就跟你多生 家里多出生一个小baby 你没有去护证单位 注册一下 它是幽灵人口 一样的道理 这个anjoy其实还蛮麻烦的 它要做很多事情 那这个部分的话 等一下再来看 那请各位试一下 先试试看就是刚刚这个了 就是按一下menu键 它可以有这些东西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除了有menu键复习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共用方法 共用方法 因为共用方法里面的话 我们会程式有三行 可是好像这三行里面 都有一样的东西 那把一样的东西剔除出来之后 剩下就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网址或电话 第二个是 它的那个intent 是什么样的 就是action 什么样的动作 你的意图 意图是你要做什么 action 你要做什么 那刚刚有同学还有提到那个 如何去看那个 其他的官方的一些东西 他刚刚有找到那个shutdown 最好看有没有同学 能够帮忙想想看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然后时间到的话 就帮他自动关机好了 这个如果有这样一个app的话 我相信应该 全世界应该很多家长会需要 如果可以的话 再帮忙把它玩试试看